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首先我不忘了介绍 议师傅是甘埔拳王 即是又玩泰拳 功夫有了得 但又喜欢吃东西 非常喜欢吃东西 所以要继续 所以你们继续继续找叶师傅 其实她现在是有管 跟大家在操作 但今天最重要是找叶师傅上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叶师傅有点棒的介绍给大家 首先申報利益,我不吃榴槤,我怕,大義師傅有些好東西介紹,你介紹一下為什麼有些好東西找到回來呢? 其實我剛剛代演了一隻馬來西亞最頂級40年金種子的貓三亡的榴槤, 然後這隻榴槤也是用了一個非常之,因為很多榴槤來到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品質有點偏差 我聽說好像不夠新鮮,因為榴槤也要新鮮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經過一個運輸,還有一些很普通的放在雪櫃上,冰先過來 其實如果吃到最新鮮的話,應該是用一個液淡的技術,我們現在中了液淡的技術,有沒有聽過液淡的技術? 有,有,用一口氣,即是變得速動,變得流體 例如魚,你一用液淡的淡起,它會立即死掉 然後你放進水裡,溶回去,立即會生氣,即是用這個技術去做榴槤 好,那些榴槤,你簡單講講,跟平時我們吃開榴槤有什麼不同? 吃到樹上真的一樣,吃到榴槤味 所以大家如果聽到葉師傅介紹,其實應該真的試試 但最近一樣東西就是價錢如何? 當然有直播價 因為我介紹,很多人都聽到想來試試 但問題就是試不夠,你要付不付一個優勢 梁錦祥介紹過來的,給一個好一點的價錢,這樣可以嗎? 當然 大家可以問葉師傅的時候,葉師傅一定會比較好 但記住要達我多,梁錦祥介紹的 除了榴槤之外,還聽聞,因為現在舊歷就已經是六月了 中秋節 差不多是中秋節 有沒有一些月餅之類介紹給大家? 那一隻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冰皮月餅 榴槤冰皮月餅 有沒有黃色的? 有沒有黃色的? 全部是榴槤 全部是黃色的 這個比較另類的,但也是正東西來的 沒錯 Anyway,月餅大家可以先想想 因為時間很充足,很多人都早訂 但榴槤我相信大家就不要猶豫 如果你吃的話就馬上找葉師傅 但記住答我阿朵,講明梁錦祥 有一個小小的discount 可以留言 好,至於具體的聯絡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總之要找阿姚師傅 今天這個直入廣告的產品介紹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有正東西再介紹給大家 好嗎? 好,拜拜 第二次,在科學界的笑話 就是核聚變離我們的時間 即是能夠我們做到這個室溫核聚變 時間不會太遠的 三十年 不過永遠都是三十年 是的,三十年我們說三十年可以不可以 現在我們也說三十年應該可以 那究竟行不行呢? 有這麼說 我們已經看到 真的看到越來越近了 其實說核聚變的能源 其實我們久不久 科學新枝就拿抽出來說 譬如說 究竟世界各國哪一個 現在的進展最高呢? 其實呢 德國的Stelerator 中國參考前蘇聯的那種Token Mark 那種這樣的技術 另外就是譬如就算韓國它自己 KAUST自己都做自己的Project 我不知道我的資料什麼不update 但我們對上的報導就是 韓國暫時那個功能就領先 在此之前就是會有領先 其實比較長時間就是德國那個 其實這類的研究也都很受這個疫情影響 就變了一個進展拖慢了 但是呢 剛才講的那幾個國家他們用的那種技術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種 叫做將那些這樣的 就是輕的銅位素煲到很熱 然後呢 就用一個磁力的電池的效應 將它反地心吸力地 沿浮在半空中的那種技術 然後製造出來的那個東西 那個鍋很有趣的 就是一個圓環的一個東勒形狀 那這種這樣的形狀 最先就是由這個 就是蘇聯的薩克洛夫 就提出的 那它這種就叫做Token Mark 這種這樣的模型 其實就是一個東勒這樣的形狀 為什麼要有東勒形狀呢 就是因為我們將這些很高溫的等力子體 就鎖在這個圓環中間 不停地繞圈地轉 就利用一個電池作用 就是沿浮起半空 而為什麼需要沿浮去呢 因為它太熱 熱到世界上沒有東西能夠 可以跟它直接乘載它之餘 也都可以不被溶化 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 凌空浮起它 令它不要碰到任何東西 這樣就不怕被它熱了 那當然了 那種溫度是上千萬上億度的 就是你要在凌空地沿浮著 一些這麼熱的東西 然後還要穩定地 源源不絕長開長有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技術來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 你上面那個瓷場 那堆樓體稍為出現一些喘流 稍微出現一些不穩定的情況 整個東西就可能 就再不能夠完美地 將那堆這樣的等離子體封鎖住 發不到電 甚至乎是會令到整個窩路溶解 那這個是很麻煩的 所以你要令到一個這麼高溫的東西 能夠受控來去源源不絕 為大家產生能量 是一個技術要求相當高的東西 那所以為什麼30年前說30年後可以 現在又說要再30年後才可以呢 現在其實我會說這一刻 就應該不用等30年 應該可能10年 15年 應該是有一個成功的窩路走出來 那欠載是不是馬上變成商業化民用的 所以那時候我也曾經幾年前 試過開玩笑這樣說 其實都是認真地開玩笑 我說其實搞那個技術 未必很貴的 其實便宜過香港任何的基建 如果香港捨得自己去投資源去做一個本地的研究 然後研究成果自己享用 其實是很划算的 這件事 其實這樣說 對於未來源源不絕新能源的探索 這一個核聚變會是其中一個解決辦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以往可能講過 那些什麼太陽能啊 或者是那些叫做生物燃料那些 其實就是在這個 那個在十幾年前的美國曾經是大力去推送的 甚至乎當時美國的能源部長 就請了諾貝爾物理學家朱棣民來去做的 那另外那個的副能源部長 也都曾經請了一位加州利工物理學的 一位很著名的大教授來去坐鎮阿昆蓮 那這裡有一個新聞也會跟大家分享 在最近這一屆政府就正式把 由朱棣民時代成立下來 一個研發新能源的機構的資金 就慢慢陰乾了 那學界來說覺得很可惜了 但是反過來看 其實你會看到當一些傳統的能源 它有一些新的方法 越來越可以有效地開採 就是葉岩氣、天然氣等等 這些資源越來越容易開採 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說現在這個核聚變技術 真的越來越近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似乎在那個新能源那個發掘裡面 似乎已經快要找到一個成功的答案 所以有些現有其他 一些未能夠有即時效益的研究 可能就被迫 就要擺遲些才慢慢搞 那剛才我們還沒講到那個話題的中心 就是究竟現在這一刻 那個核聚變能源有一個什麼新的進展呢 其實應該就是在美國的一個實驗室 其實它就從事一種用激光來引發核聚變的技術 激光引發核聚變的技術 其實你想像就有一點像 你將那些很高能的激光聚焦在中間那一點 那你預料這些聚焦在中間那一點 任何東西走過去都會被引發到很高溫 接著就會加熱熱到的地步 會不會能夠點燃到核聚變反應呢 那我們就想了 既然激光是這麼厲害的 能量密度這麼高的東西 利用到激光來幫我們將這些東西加熱 將它熱到一個很熱很熱的溫度 會不會有機會熱到我們可以抵達 令到我們去促成這個核聚變反應呢 那這個就是由這個叫Laser Fusion 激光引發核聚變 就是另外一個進路去完成核聚變 它就不需要說它有一個電磁場去圓浮著很大堆東西在中間 它將那些輕的同位數加速透過激光 就不是透過那個電磁力 在那個Tocomac那種這樣的技術裏面 就透過電磁力將它加速之餘 也都透過電磁力將它圓浮在那裡 但是激光那裡就不需要考慮這樣 基本上就是激光也都提供了那個圓浮 然後也都可以提供到那個加熱 然後也都可以在一個極小的範圍之內來去發生 那很長時間以來當然也都受制於激光的技術 但是在這個最近這個新近發言裡面 就說它是已經可以將這個激光聚焦到那個能量 已經是史無前例地那麼高 比以往的一些實驗還要高了二十幾倍 就是說你會看到那種激光聚焦加熱的能力 其實就大大提高了 而且這次提高的地步 我們認為已經很接近能夠點燃到這個核聚變反應 那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會說這個核聚變波爐呢 就是核聚變發電就越來越近了 譬如如果下次它再將激光的能量再提升一些 令到中間聚焦的部分呢 那些這樣輕的同位數呢 已經能夠成功產生到核聚變反應 然後這個核聚變反應的能量 我們成功採集得到 然後它放出來的能量 是比起我們輸入它的能量還要多的時候呢 那其實正正式式你就會看到那種呢 由激光引發聚變的技術呢 就會是可以叫初步宣佈成功 那現在就還未去到這一點 那其實上個禮拜我們已經看 就是我自己也都留意到這個新聞 但是當時呢 就是當時我為什麼沒有拿出來講的原因 就除了上個禮拜也有很多其他的講之外呢 也都是呢 這一個的研究呢 其實它未完全通過了那個同裁評審 而且在那個媒體報導裡面 也出現了一些的誤導 當時他們說 那個輸出的能量 已經比輸入的能量多了25倍 但是其實不是在說這件事情 正正式式他們的機構在說 今次我們可以匯聚到的能量 是比起上次高了25倍 但是我們匯聚到的能量 能夠為我們帶來多少能量出到回來呢 其實我們還未見到的 因為我們還未達到一個點燃的狀態 將這個核聚變點著的狀態 當我們點著的核聚變呢 就由核聚變反應就會有能量給出來了 那個能量一比出來我們量到多少 會不會比我們多的輸入呢 那麼我們就希望在點燃的時候 就去看這件事情 我就會說這個激光引發的核聚變技術呢 已經很接近這個點燃的階段 當這個點燃階段一進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正式和我們傳統的TOKEMAT技術去比拼 傳統的TOKEMAT技術呢 我們已經是嘗試將這些這麼高溫高熱的等力子體去撞擊 然後我們也曾經試過去令它產生了這個核聚變反應 譬如德國的Stelerator 他們甚至乎產生出來的能量 就非常接近我們輸入的能量了已經 但是很多其他的問題 但是你出來的能量如果亂到處射的時候 甚至乎我們不能夠有效用它之餘呢 它還會破壞我們的儀器 那麼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技術問題了 但是現在你會看到兩種不同的核聚變技術 無論激光的引發也好 或者是用傳統的TOKEMAT技術也好 都已經可以進行一個實質的比賽的時候 剛才你提到激光可以懸浮那個離子體 它是透過什麼現象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樣說吧 一般來說激光有時都可以浮起一些東西 浮起一顆水珠就可以了 但是好看你那件東西本身 它那個的分子結構 看到它的那個 尤其是它的電子雲 和它那個整個分子之間 它裡面的能量 那些叫能階是怎樣分佈的 就是很多時候你要激光幫我們浮起一些東西 你就要牽涉到就是你要將它 就是 令到它有些吸收放射這樣 那如果去到這個等離子體的時候 那很多時候就是你可能要外面 放一些東西進去 令它不停地踢高它 那光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來的 光本身是有能力 和一些帶電的 一些電荷是有一個相互作用 去幫我們踢動一些東西 那我就簡單一點來講 就是裡面具體 它怎樣用激光沿浮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超過一種機制 那現在問題就是 你怎樣找對的那種激光 或者怎樣去調校激光的頻率 從而令到我們幫那個 那些等離子體加熱之餘 也都做到一個懸浮的效果 那這一個就是 就是從事一些 光與電那些 相互作用的人去最熟悉的一些東西 那現在譬如說 去到這個程度 我這裡看到就是 1.3MgJ2 它跟太陽裡面的核醉變的比較是怎樣 那這樣講 太陽裡面當然核醉變反應極多 但是太陽它經歷了那麼遠的距離 去將能量散佈在地球上面 其實太陽發出來的大部分能量 都是沒有去到地球那裡 就照在其它的位置 四方八面地 那現在就看到 我們能夠在這個實驗面 做到那種能量密度 已經是有這個太陽 就是射下來地球的那種能量的10% 就是那種功率 就是在那一秒間 我們已經是有多少能量去下降 那其實已經是去到很多了 就是10% 就是我會這樣講 如果大家看回以前那些核士 那些氫彈 甚至中子彈那些這樣的測試 有核醉變反應產生的那些核武器 大家很喜歡報導的人 很喜歡用一個比喻 就是天空上突然出現了多一個太陽 其實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在我們地上那些武器引發的核醉變 雖然它整體上遠遠不及太陽本身的能量那麼多 但是因為它很近 然後它也很集中地向地球散發了它的能量 所以它可以灑時間的光度 是可以堪比於太陽 為什麼它會說天空上突然出現了多一個太陽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根據 那實際上這個核醉變 就等於我們做了一個太陽出來 其實是的 我們就利用了這個很難才點著的核醉變反應 來幫我們產生能量 為什麼核醉變這麼難搞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透過 將一些很難砌得起來的氫的同位素 黏起來 然後它會放出更多的能量 就是我很辛苦給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是十個能量單位 但是它和我吐一百個能量單位出來 就是隨便舉個數字這麼說 但是你開始怎樣給那個十呢 怎樣點著那些東西呢 就難了 就是那個理論就好像去交易公園透露 就是那些碳濕你就要透得辛苦些了 你要將它能夠達到那個能量 令它自己可以產生 那個燃燒反應也都可以幫我們去 繼續去輸出那些能量 去引發另外一個燃燒的反應 那這個就是為之點著了 現在我們就很希望就是我們 就是這麼說 我們這次都有點著 就是叫做 應該這樣看應該是有核聚變產生的 但是那個核聚變 是不是能夠產生到 繼續去圓圓不絕 點著其他東西呢 就應該是不是的 就是我們期待著一種連鎖式反應 就可以 就算不是一傳二、二傳四、四傳八 起碼都可以做到一傳一、一傳一 這樣圓圓不絕這樣下去 它自己產生的能量 已經可以足夠繼續去點著其他東西 那麼我們就在外面就不需要 再怎樣去比更多的額外 更多的能量下去呢 那麼暫時未做到這步 就是今次那個叫激光引發核聚變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我們未叫做到ignition 但是大家都同意就是說 是很近的了 但是當然還拿一步就是 如果那個同裁評審都確認到 他們這個結果的話 那就正式可以說 就是激光引發核聚變的技術 就是突然之間有了二十多倍的進展 就是越來越接近我們的目標 用回剛才你的比喻 譬如我們以前點香 就是找個火柴或火柴點藥了 但是香點一下就關掉了 其實是否等於現在我們點香 它著了但接著關掉了 是的 我也同意這個比喻 是啊 我們就希望做到一個 自己一直點燃下去的反應 一枝可以真的砸頭刻燒完的炆香 類似這個比喻 而且是受控的 所以炆香這個比喻挺好的 其實它不會說 會不會越燒越大火呢 好像火燭那樣 開頭我只是想著 誰知道蠟燭而已 誰知道蠟燭跟我燒著其他 其他人燒著其他人 然後無止境地 接著那個溫度不停地上升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就是這樣燒光一個森林 會不會 在我們的核聚變發電來說 我們不希望做這件事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一個武器 一個輕彈 就不是一個窩爐來的 現在我們的核能也是 我們在用核烈變 我們是不停地 需要有一些叫moderator 一些石墨的東西 幫我們去把高能量中止去收走 令到那個堆森的溫度 那個溫度不會無止境地上升 這個就是我們叫 現在我們用的核能技術 就是受控的核裂變核能技術 所用的那種核元素 比較髒的 因為它的本需期比較長 比較重金屬 但是呢 現在這個核聚變所用到的那些輕的銅位素 最差那種呢 就是那種叫做村 就是裡面是有三倍輕那麽重的那種輕銅位素 就比較窄細一些 但是基本上呢 它那個的可以利用到海洋幫我們大量稀釋 還有它人身體裡面也都不會有累積停留 所以相對來說是一種比較潔淨的核能 但是呢 你要處理它呢 都是不容易的 那就是因為它給出來的那個誘因足夠大了 因為它的原材料很多時候就是由回 譬如說我們講得很好聽 福島那裡 它那些核廢水 其實儲存大量輕的銅位素在那裡 那些這樣的核廢水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豐富 拿來供給於這個核聚變窩爐的原料之一 但是可惜了 因為我們現在仍未很有效來做到這個核聚變窩爐 所以那堆核廢水就要倒了 就是在福島那邊累積那堆就用不了了 這樣的意思 簡單來說就是核聚變變優勝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一種clean energy 乾淨的能源 所以 相對乾淨 它不是完全乾淨 相對乾淨 就是它為禍沒有那麼深 就是萬一有洩漏呢 那它那些東西就不會是 其實是說著 以年計 以一個 甚至乎以日計 這半需期就會走了 那另外就是 它萬一失控 適機 基本上它不會出現超大規模的連鎖爆炸 就是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好像福島那樣 你那些人走光 那個東西失控 你都要不停地淋水淋水淋水 令它不要過熱 那在那個核聚變反應有變的時候 因為它很難才能點著 你一控制不到它足夠高溫 它已經自己關機了 就已經是燜香 就是會點香 那些濕水香自己會關了 所以就是一個很難才能維持燃燒的一個路 所以它一旦關機 反而它對於大家的損害比較低 所以就應該是真的 擺多點時間 擺多點資源下去 去令到這件事成功 就是了 應運而生就是 我們需要很 如果是激光引發的核聚變 就自不然對於激光功率的要求高 也鼓勵到大家去研究更加高功率的激光 這次可以結束,我們下一次就回來